一到九次都有,另外第二个是云端白板 那今天的这个购物车的讲义在这里 还有将来会用到的参考的程式码都在这里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要开里面的程式码 点购物车里面程式码这边就有了 你可以把这个程式码call过去 因为有些东西如果要从头讲起的话 恐怕要花很多时间 尤其是PHP的程式 你们学的可能还不太够 所以我会把我完成的程式码 一样放在我们的云端白板 记得就是云端白板里面的购物车 还有就是讲义部分的话 如果你对于这个章节里面的相关叙述不太熟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讲义打开来 它是一个PowerPoint 你可以把它全萤幕看一下 比如说这边有相关叙述 如果你想要自己当老板 或者你要帮人家建立一个购物车的一个网站 该怎么做 那基本上这我刚刚讲过的大概的页面 那里面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从开始 开始进来的话呢 会有个index网页 那如果说要查询你的订单的话 会有一个叫做car order check的一个PHP 那详细页面就我们刚刚点击进去的话 会跳到详细页面 那等到这两个ok之后的话 其实这两个页面都是在做查询的动作 再来就做什么 购物车的功能 那购物车这里的话 最后其实这边有个完成订购 这个完成订购是新增的动作 那其实新增 中间大家有一个暂时 你要不确定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个中间部分 这两个跟资料库比较没关系 但是呢跟那个section比较有关系 就是暂时存放某些变数 在伺服器上面 ok这边会有两 这个这个一个流程的说明 那这些都在云端白板里面都有 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个 包含就是说伺服器的位置啊 等等的相关的叙述 这边也都有 所以大概可以稍微先看一下 里面的东西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到底放了哪些资料表 刚刚呢在PH迈的面里面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product 就是它一个这个有关什么呢 有关产品方面的相关的资料 都放在这个product里面 另外orders orders里面的话呢就是包含什么呢 主要的目的是储存订单的资料 包括就是说呢订单的编号 跟顾客的资料 因为你要寄给他嘛 你要知道说这个订单是买了什么东西 那还有顾客的相关资料 包含什么 他的姓名 联络方法 比如说电话地址 还有付款方式 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用ATM转账 或者是说用信用卡等等的 不过这个付款方式 我们现在这个范例里面 可能比较薄弱一些些 因为只提供了好像两种方式 一般的话 真的在网路上面购物的话 它可以是有其他的方式 包含什么呢 包含看一下 我们这边这个购物车里面 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方式 好像就只有两种方式 如果将来 如果说你要提供 比较多元的付款方式的话 现在比较热门的 像是到什么 超商取货付款 所以你这边 当然你是不是可以 再增加一个付款方式 超商取货付款 或者是说 现在比较新开通 像什么 就是第三方支付的 比如说像什么 支付 台湾叫支付联吧 大陆叫支付宝等等的 或者是像eBay 有那个什么PayPal等等的 那这个多元的付款方式 都可以帮助一般的 刺激使用者 这个消费者 他愿意在你的网站上面购物 OK 那其他还有什么 金额 运费 等等相关讯息 再来就是说呢 会有个什么 order 的details 你会看到 这边有个orders 就是这个订单的资料 那order details 里面包含什么呢 它的目的就是 要储存详细的订单内容 包含什么呢 就是 也是一样有订单编号 透过订单编号 跟order 这两边做联系 那里面包含什么 还有商品的编号 因为你买了这个订单 里面有哪一些商品 包含就是它到底订了哪些东西 还有它的单价 跟它的数量 OK 所以用ID去串联 这个什么呢 orders 就是用这两个 这两个怎么串联呢 就是透过它里面都有一个叫做order ID的一个编号 OK 所以这个资料库部分的话呢 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 其他我想各位有时间的话 稍微看一下 其他的话包含就是说 怎么样去新增网站 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刚刚做的 所以我们就 另外还有就扩充程式 那什么叫扩充程式 因为有些程式嘛 如果说要使用者自己打的话 可能会打错了 所以在书里面有一个扩充程式 它把一些程式嘛打包起来 可是我其实我坦白讲 我不太喜欢用这种方式 因为我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的习惯 还是把程式嘛直接贴上 我觉得会比较直觉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当然你们也可以试试看用扩充程式 在光碟里面有它的扩充程式 你可以把它挂上来 然后再来使用 那我们后面是直接用程式嘛 我会跟你们讲说贴在哪里 因为这种方式的话 比较可以用在很多 不只是说在JuneWeaver里面 其他程式你也可以用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建好刚刚的伺服器之后 接下来呢就要做什么 做连线的动作 所以刚刚的动作请各位 务必要先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打开什么 打开index.php这个网页 所以刚刚做的部分的话 就是在新增网站 里面特别注意了 就是这一个嘛 里面有伺服器 它的网站名称跟我们资料夹的位置 伺服器里面就是这些相关设定 那当然如果你要编辑的话 直接点两下 确定一下有没有做错 特别是你第一步如果做错的话 后面做出来的都可能产生问题 所以进阶也要记得要改一下 所以一二三这个部分的话 先做出来 做完之后的话呢 按储存就完成我们这个设定 再来开启index ok 那开启index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第二个问题 说我上面的东西是怎么来的 比如说包含什么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最后完成的画面 各位可以看到 一进来 你会发现原来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有什么 只有一个这个image 这个是因为范例党已经帮我们布局了 放一个image的一个物件在这里 image 那可是我要必须动态的给它图 还有动态的给它价钱 而且第一个只有一个 我们只要一次放八个 并且有下一页这个效果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怎么做出来的 第一步的话呢 一定要连资料库 因为我们相关的图 相关的价钱 相关的这个产品编号 都是放在资料库里面 所以第一步要如何连结资料库 那你的资料库的话 这边注意哦 如果你的PHP 先确定一下 你们的那个PHP有没有贿入 所以我刚刚有讲过 你要先确定就是在 你的PHP买的命里面 有没有完成资料库的建立 叫MyStore名称记得完全不要打错 第二个的话怎么样 在Seql里面把Seql贴上去 然后确定一下 有没有这三个东西 点MyStore 有没有出现 这已经登录 我再输入一次 那你会发现 它为什么会超过时间 自动登出 就是利用Section Section会有时间线 也就是它会把账号跟密码 暂时放到Section里面 等到时间到 它自动帮你登出 这种好处就是说 怕说有新人 也许你离开位置 它会直接来串感东西 它就造成资案问题 OK好 那就再点进去 你们确定一下你的MyStore里面 有没有这三个东西 那第一个点击 Order Detail应该是没有 因为没有任何订单 第二个Order应该也没有 因为这里面也没有 哪一个 我刚刚有订了一笔 订单在这里 这一笔它就进来了 就是如果我刚刚订的 最后完成的话 会有出来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产品 会放在这个Product的资料 资料表里面 那会有几个 包含就是 栏位是ID 有没有Product ID Product Name 就是它的名称 Product Price 就是它的价钱 再来是Product Image 就是它的 什么呢 它的 你会发现 Product Image很特别 你会想说 那将来我要怎么 放一张图在上面 那可不一般的人 直接想到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 把这个图放在 资料库里面 实际上 特别注意 我们一般的作业 都不会把图档 直接放在哪里呢 放在资料库里面 那要放什么呢 一般会放的是什么 放的是一个图档的名称 那你会想说 那我将来要怎么样 去把那个图给调出来 各位有没有聪明的 我想聪明的同学 应该会有直觉 联想到 那我是不是可以 把图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的实体目录里面 等到我将来抓到 那个图档的名称之后 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抓到 这一个好了 这个NICON的D4 它的图档名称是D4 那我是不是说将来抓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再到这个根目录底 这个目录里面有没有一个D4 有D4 那我再把这个D4 动态的放到这一个 image里面 那这个图不就显示出来了吗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是图的话 都不会是放在资料库里面 放在资料库里面呢 大部分应该都是放一个图档的名称 其实这个部分呢 尤其用在大量图档的那种 城市里面或网站里面 游击更多 甚至城市里面也有啦 像游戏里面 很多很多的贴图啊 其实都不可能是直接放在资料库里面 而是放在某一个路径里面 然后再去把它抓过来 OK 所以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页面做出来 请各位先检查一下 你第一个网站 有没有做出来 跟我一模一样 特别注意哦 这些东西一个错都不行 一个错后面都全部都做不出来 网站跟伺服器 里面的话 这些还有进阶三个步骤 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资料库里面 有没有这三个东西 有的话 后面做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然后把画面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资料库这个 这个因为PHCM前面讲过了 所以细节部分的话 如果你忘了没关系 回头再看一下 之前的影片 都有相关说明 那PHCM里面的帐号密码 记得哦 密码我们这边预测是1234 后面的程式用到的也都1234 所以只要按照这样步骤来完成 一个购物车的网站 其实真的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OK 我们按步就班就把它完成了 那这个做完 如果你学会之后 将来你想要到一般公司里面 就是说呢 协助做购物车 做电子商务呢 就不会是问题 那如果你对于未来电子商务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把你这部分的学习历程 可以当成你的经历 我想这个你录取的机会应该会更高 因为现在非常缺乏懂得电子商务技术的相关的技术人员 因为各行各业呢 都想要抢食电子商务这块大饼 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电子商务领域里面 这部分我想各位可以先把这个购物车的范例先了解 当然未来如果可以的话我还蛮强烈建议可以再改写成那个购物车的APP 因为现在人手一机 如果说购物 当然你要在网页上购物呢 当然会有时间限制 但如果说你可以把它搬到哪里呢 搬到手机上面的话 哇那这样的话呢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我想应该会更高了 这个部分请各位先完成网站的设置跟资料库的相关设置 那再来就是了解一下 每个资料库资料库里面每个资料表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在讲义里面也有放这个我们要的东西 哦